台南的大港国小的小学生 去台南市议会 是由邱莉莉来负责导览的 而且他跟他们教育 民主要向下扎根 那谢龙建立刻同个时间 在脸书上大酸 他说我应该建议 发给每位小朋友 一人一本邱莉莉会选案的起诉书 教导小朋友不要模仿邱莉莉集团 用金钱利用行贿 甚至暴力胁迫的手段 破坏长久以来建立的民主政治 那在此同时 还有台南市经发局的前局长 陈凯玲被爆料 接受厂商性招待 而且还偷拍了三部的性爱影片 谢龙建说 他们现在就是建置台南市长黄伟哲 陈凯玲涉及太多的利益纠葛 如果他不想被黑锅 想要争取法官侵判 必须要全盘拖出台南政界的 光电利益的弊案 尤其还有黄伟哲所扮演的角色 相关成员的共犯结构 检调人员也说 曾经听闻有三部影片的 传闻 但在办案的过程中 是没有人看过的 好 先不管是邱莉莉 陈凯玲 我先说这件事情 对赖清德来讲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宗职会上 也已经有针对 像是黑金的部分 做出了处理了 这个部分就是 已经对赖清德来讲 这个火苗 火苗真的熄火了吗 还是说其实一直在闷烧 对赖清德来讲 始终是个不定时炸弹 我觉得邱莉莉议长 这样子的民主导览课 不只要办 还要继续办 还要扩大举办 他不能只是单纯的参访一下 这个议会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太不专业了 真的是低估了邱莉莉议长 他能够教导的一些专业 比如说我觉得 除了这个民主的课程 除了这个公民课 教大家说怎么样的议事规则 然后示范这个怎么样的开会之外 还应该要有这个国语课 什么国语课呢 就是因为现在网友都纷纷 盛传一句诗词叫做 叫做看邱莉莉的奋斗过程 就知道谁知盘中孙 莉莉姐辛苦 莉莉姐是怎么样辛苦的 才有那一碗饭 你以为是这么简单的吗 还有开手语课程 对 还有手语课程 你以为大家照相 照相不要只是比赞 他们都比赞 应该要比 比赞 但是他有人跟你比这个的时候 你要看懂 比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手语不要只会 这个很不好的就是比赞 你以为比这个 还是跟你要比帅哥吗 不是 这个要 好不好 该知道要怕 然后还有像是 还有还有像是这个 财务理财课程啊 这个好不好 家当 家当都卖掉了 就家当都卖掉了 然后呢一亿元选议长 然后怎么样致富 要怎么样投资房产 所以我觉得邱莉莉议长 他根本就应该开一个营队啊 起码三天两夜 国文财务管理 然后还有这个手语课程 应该全部一起交完嘛 然后如果这个小朋友来得 太踊跃的话 可以请郭再卿 好不好 郭再卿先生 林世杰先生 现在都在交保中啊 应该是有空可以来这个 体育登庄课程 对 可以来这边当助教吧 这就是台南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最荒谬之处是在于说 他怎么有脸还去做这个课程啊 你今天真的 就算有这个小朋友 他们很早就申请要参访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你好歹也找人去嘛 他怎么会没有脸 因为他从头到尾 认为自己被冤枉的 他说起诉说的内容 都是检察官自我想象啊 他就这样认定 他有什么好不好意思 那我就真的如龙介讲 我建议丘利鼎議长 就是把他的那个起诉书 起诉书 然后就当成伴手礼 小朋友一人带一本回去看 然后上面还有丘利鼎 亲自签名 亲签限量版 带回去看好不好 看看我是怎么样被照表抹黑 检察官司法不公啊 就是你就继续这样干啊 真的台南这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非常感谢去年选举的时候 然后谢龙介参选的时候 然后蹦出这么多案子 让大家突然发现说 其实出了台北 媒体都聚集在台北 在别的外线市 比如说像桃园市 比如像新竹市 比如像台南市 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你都以为在这21世纪 然后台湾已经民主化 将近超过20年的情况之下 很多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但它就还是现在进行事 我真的觉得 我们大家就继续关注 看能够秀下线到什么时候 然后至于这个案子 最新的陈凯玲 是不是有这个性招待 这样子的疑云 那其实在去年6月份 这个陈凯玲在直询的时候 在爆料陈凯玲的时候 他其实当时 他是拿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然后根据陈凯玲的说法是说 那个牛皮纸袋里面 其实有三四个不同的投诉人 有的是 因为他后来告发了陈凯玲 四个不同的弊案 那那个弊案当中 有的是光电的 有的是这个工业区开发的 然后还有他自己 在市府里面作威作福的 然后其实你都会发现说 哇这怎么好像 好像来源都不同 没错 是有三四个不同的投诉人 有的是跟光电有关的 有的是跟这个什么 好像有太阳能板的 然后太阳能板单独的这个架设的 然后又还有这个工业区开发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是污水处理厂 然后不断的更改 更改标案的内容 让自己的这个亲信来接标案的 然后还有在市政府内部 自己就是签发自己的 图立自己的公文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有内部 有市府内部的 看不下去的 也有外部的厂商来投诉的 那是厚厚的一跌 那谢龙基的说法就是说 陈凯林就是你知道 就是家人住北部 自己在台南 资深在台南住这个光电豪宅 但是到假日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礼拜五就先离开 离开之后呢 常常到中部去 然后中部各处都是云游四海 都有朋友嘛 那中部的朋友来来来来 局长来了 哎呦那怎么招待啊 那当然对不对 这个吃海鲜不止在餐厅里面吃 还要再去吃第二摊 那就不在话下了 然后就隔天礼拜六早上 睡一觉之后呢 才回家 那据说就是在中部啊 或在这些这样子的场合当中 被人家拍下来了 有可能啊 这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人家除了性招待你 然后怎么知道你 你被招待之后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办事呢 或者说钱给了之后 你拿钱不办事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事情的可能性 也非常高啦 那谢龙介说法 那检方目前没有证实 但是我只能说 他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 那所以回过来讲 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说 南投补选 讲得好像 这个赖清德多神啊 哎呦不得了啊 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赖清德这个红地毯 不只铺到被民进党提名 简直就已经铺进总统府 铺到楼上去啦 这铺到总统府楼上 他现在办公室楼上去 就没这回事 就没有这回事 因为你在南投补选 也许我们在正媒圈的人 一直在讨论南投补选 但是对一般民众来说 谁在乎南投县 这个南投县这一席立委的 十个月任期是谁来做 他们举目所及 还是那些缺氮缺水缺电的问题 还是那些黑金的议题 不但在南部 北部也有啊 北部名人会这个 八八会馆的问题 洗香房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些都没有解决 哪有这么容易选总统的啊 好所以我一定要请教 赖清德专家 我讲一下 刚刚我接着凯翔的话讲 你觉得呢 一般普通的选民 他比较在乎呢 南投补选 还是比较在乎有性爱光碟 好我觉得一般人选择 应该是很清楚 我最近看到那个新闻标题 林传门新闻标题的时候 我马上点去 太精彩了 台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幸福城市 你知道吗 金 权 权 权 全部建达出席 但是三个都在发生这边 这三个愿望一次满足耶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会让台南黑成这样 当时的赖清德信誓旦旦的说 没有啦 你们屁股上有几个吗 我都知道 所以你们不可能干出这些 有的没的事情 那真的就干出了很多 有的没的事情 请问赖清德 有没有一点点的连带责任 就是因为民进党在台南执政很久了 都从来不曾政党轮替 所以这个地方才会越来越黑嘛 那你就知道了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如果你没有政党轮替 还是让同一个政党执政下去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因为刚刚凯湘有讲到嘛 陈凯玲她的家人是住在新竹 那她自己在台南工作嘛 所以家人离她天高皇帝远 那她有时候需要一些 这种余姓节目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她从这个台南 她比较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她下班了嘛 下班之后应该要回台 一般来说从台南开个车 然后吃个火锅唱个歌 然后回到新竹看家人 你对政党官的想象是这样的不对 没有喔 她中途会经过一站在台中 台中的时候 她老大爷就待下来了 然后据说呢 这都是新闻报道 据说她会喜欢找一些 看起来貌似年轻的妹妹 然后呢她就是以一种 就是大哥哥要照顾 师学少女的这个心态 会问她说 你还在读大学吗 她特别喜欢选这种的 我立刻建训黄伟泽市长 如果陈凯玲局长 然后获得清白之后 马上改变她为教育局长 对 因为她很有社会局也可以 社会局长 很扶贫忌弱 她就会关心一些少女们 说你有沒有还在念大学 关心师学少女 对 特别关心师学 特别选择这些人呢 然后呢 夸张到什么程度 夸张到台南市的其他的 这些公务人员都知道 礼拜五不用找局长 局长不在 局长不在 局长在忙 局长没空 局长可能去关心一些 少女的未来生涯的发展 提供他们一些 可能必要的协助 可是问题是 她不知道的事情是 她以为接受个性招待 可以像这个陈宗燕那样子 要是招待完就没事了 没有 这是厂商哦 因为陈宗燕是十四几年前嘛 现在厂商越来越精明啦 她开始觉得 你这样子每天我都招待 你招待这么多次 那我怎么知道 后续的这些工程 你会不会配合我 所以呢 他们就有了 这个新闻人报道说 他有三个性爱影片 都被人家设局 所以接受性招待的过程 人家还给他存证 人家给他存证 后来呢 他就拿了这个影片 说我们要来瞧事情了 这个我有什么什么工程 要希望台南市政府 可以配合办理的时候 就拿这个给陈凯玲看 所以陈凯玲是早就知道 自己已经被偷拍的 甚至新闻报道提到说 市长也知道 这个就很严重了嘛 那黄伟哲你知不知情 你不要说你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睁眼不能得那么多次好不好 不要又这样子 好 那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呢 陈凯玲他 你回去想哦 当时他被这个 说有贪污等等的 被收押的时候 他第一个跳出来 承认的是什么 第一个跳出来 承认是性招待 你很少看到男性 是会这么做的哦 就是通常这个事情 因为 苏凯玲很懂嘛 笑 我没有很懂 我是想到 我是想到蹦恰恰的故事 因为一般来讲 会承认的 你会承认通常是其他事情嘛 那性招待这种东西 那你只要说 我有付钱或什么的 那他可能就是 妨碍社会秩序维富法 那个是很清很清的罪 所以一般人在来说 不会去认这个 你看陈宗颜也没认嘛 对不对 可是他很奇怪哦 他那时候被抓的时候 第一个认的就是说 我涉及性招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定觉得 我也是受害者嘛 他要处理一下那三个影片 因为某种程度来说 他是涉及贪污 但他同时也是 事件当中的受害者 因为你还是不能去偷拍 人家这些性爱影片嘛 对不对 所以他同时具备了 加害人 就加害民众 一般社会大众 以及受害人 就被人家涉取偷拍 的两个角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跳出来讲说 我接受性招待 没有看过这么主动的 就是我真的政坛上面 第一次看到 所以他就是希望说 检调去处理这个 因为当时他可能就是 根据新闻报道 他去希望 对方希望去谈 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陈凯玲他就不愿意嘛 因为他一定会想说 那你今天 这个永远是被你 证据把握在手上 那你今天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你等于是掌握的黑资料了 所以他当时可能是 跟厂商谈的时候 谈不拢 厂商就直接拿着 三个不同女生的光碟 就直接去跟检调 要检举了 所以后面才有说 那么快被抓 不然当时 谢龙家质询他的时候 已经放出录音档了 基本上铁证了 他竟然凯翔说的 他跟谢龙家说 没有啦 我那时候是胡扯的啦 我在讲一些干话而已啦 那这个性爱光碟在那边的话 那你总不能还说 这个是 还是说AI变腊 我不知道 但总之他自己已经承认了 所以你看到台南是这样子 陈凯玲他涉及的事件包括什么 他不只是说性招待 跟贪污的问题而已 他还包括 你有没有去帮很多厂商 曾经去敲货 光电等等的利益 这是谢龙家 他去正式有提告的部分 现在也正在调查当中嘛 所以这一切都指向什么 一切都指向俯成变俯成 腐败的 那请问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 今年要代表民进党 选总统的赖清德 台南市的前市长赖清德 到台南的时候说 你们屁股上有几根吗 我都知道的赖清德 请问你知道吗 请问你们要道歉吗 请问你要概括承受吗 他会不会说的不是一种比喻啊 哪一种 因为他看过光碟 是不是 因为前一阵 接不下去了啦 看下来 因为我们觉得也睁眼啦 睁眼 睁眼睁眼 一切都串得起来 天下有这么长的事吗 他会不会看得知道 你们屁股上有几根吗 不是比喻 你屁股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及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然后再次准备